美鳥電子包又公布了一個新的追蹤室民調 哎呦 郭敏祥很強 快要追上了這個爛蕭沛 爛蕭沛有下滑 兩邊只差不到3% 然後柯文哲 好啦 止疊了 止疊了 守住17了 然後他現在的戰法就是 左邊罵籃 右邊罵綠 我開自己的KPTV 好 止疊 沒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去了 我就去拜拜廟啦 菜市場掃一掃啦 沒招 對 他現在這個電子報這個 美麗島電子報這個追蹤室民調 因為他每一期的樣本數不大 他是幾期加起來 他是算的 那所以追蹤室民調有 看追蹤室民調有一個訣竅 就是你千萬不要太在意 每一期那個數字上來 下來 因為那個東西只要我少訪兩個人 那可能就會影響很大 那所以你就大概知道說 他有一個位置 有沒有很嚴重的這個挫折 或者有什麼事件 你還要從中間去找那個理由 有沒有像這種 這種下去 那柯P是不是回升了17% 是不是算回升了呢 我覺得不能算回升 他只能算止疊 因為我們原來就預期柯P的本盤有大概15% 他不會低於15% 那猴爺是不是很威了呢 他也沒有很威 那他國民黨 那從以前我們到現在 從一開始選舉 大家說他就什麼好老三便當的時候 我們就說 你大家看看就好 那國民黨的本盤 至少有25%到30% 那你不要像 那國民黨組織動起來大概就是有30% 是不是能夠超過去 那他要看他什麼 他要看他能不能夠有擴張性 我舉上一次的選舉的例子 韓國瑜的場子熱不熱 熱 但是你看民進場的人都被嚇死了 嚇死了 對 滿根滿谷都是人 然後每個人統統都站起來 哇 那種場子我們多少年沒見過了 對不對 那都是2000年的場子 那2000年之後 大家都在那邊坐在那邊搖起 哦 那韓國瑜的場子熱 可是他內聚力很強 擴張力很弱 對 對 然後所以那個到後來的時候 那他就是固守了國民黨的本盤 500 555 552嘛 那固守了國民黨的本盤 所以如果侯友宜的場子 侯友宜的場子還沒有韓國瑜熱 沒有那麼熱 對哦 那他現在大概就是回到本盤 嗯 那麼賴消的狀況 其實是賴消自己要注意 嗯 那也就是說賴消的本盤也差不多就35到40 也就是說 嗯 照歷年選舉 嗯 得票結果 嗯 不管投票率高低 民進然後本盤大概都有600萬 好 2012年 那那個 有嗎 他明朗有這麼高的 2012年 那這個誰 這個 蔡英文第一次選總統 對第一次 好 然後跟馬英九選 馬英九那時候是連任 他佔了所有的行政優勢 沒有 沒有那一年 對那一年那個他689 對他 然後但是那個 蔡英文多少 609 哦對 609 哦 所以還是有6 所以他 他狀況沒有很好的時候 就是這個 候選人狀況沒有很好 生事沒有很好的時候 民進黨還是有6 嗯 最差最差是在前一屆 2008年那一屆 馬英九 我生事如日中天 對 阿扁那時候摔得一塌糊塗 對不對 民進黨那時候 謝長帝他們出來選 還有多少 還有545 545 所以那個是最差 最差 所以在545到600中間 應該是 民進黨的本 就是民進黨的本盤 他不會跑了 他大致上這個是不會跑 那麼 這個 這個狀況 應該就差不多 不會只有35 就是差不多到40左右 所以這個 這個狀況 你看 賴清德在 其他各種什麼配都確定了以後 這個 賴清德一直上來 上來到某一個 某一個地步 他大概就在35 40 這邊就這樣 游來游去 游來游去 他低也沒有低過這個 然後高 就可能會高一點點 大家其實都在本盤中間游移 然後這個其實是現在大概的格局 那又是跟 就等於回到之前嘛 一個人在睡上戶 一個人睡下戶 但是白銀很不爽 白銀在打地鋪 白銀說 我們內參才不是這樣的 你們要這個 國民黨其實是第三名 我們民眾黨是第二名 沒關係 那個 那個每個人都會給自己打雞血 我們可以 我們要體諒 體諒他 他如果不這樣子鼓勵自己的話 他的支持者 就虧散 跟他的幹部 就選不下去 國民黨也說 我們的內參民調 跟賴銷只差0.2 也是很強 大家內參都很強 把郭台銘都幹掉了 對不對 那個大家都要相信內參 內銷轉外銷 對不對 內參轉外銷 這個我們吃那個什麼私房菜 無菜單料理對不對 那大家都吃慣了 那但是民調這件事情到後來 那因為今天有棄保 所以他會越來越亂 大家小心看一看 會有棄保 一定會有棄保 其實現在已經 不能算跟以前的棄保不一樣 現在是已經先棄了一個 不知道要再保哪一個 提早發生 對對對 已經先棄了一個 那棄跟保不是同時發生的 那所以現在已經棄掉一個 然後上面兩個到底是誰呢 這個從下面 這個柯P這個調出來了 到底會跑去誰呢 誰那邊呢 那其實有很多問號 那你有的時候你會發現 那前一段時間 那很多調出來都跑回國民黨 但是現在這一段 後來這一段時間 比較靠近這一段時間 年輕票出來了 結果跑去賴銷的比較多 反而賴銷的票 跟柯P的票 好像有一點會流動的狀況 了解 感謝坤哥的分析 所以其實那個擴張性 搶年輕票 搶中間 誰比較有吸引力 這件事情 才是最重要的 好 因為呢 我們看到 柯文哲呢 他就每天都罵阿西罵 他也沒什麼其他招 他的招數呢 就是我自己開一個直播平台 這邊罵 那邊罵 一下罵 國民黨的黨產 一下罵這個 賴清德的房舍等等 然後呢 現在就在講說 哇 經濟很糟啊 很糟啊 民進黨真是搞到 大家都很不滿啊 民不聊生 所以我要請教一下婉真 就是說 當藍白一直在攻擊民進黨說 啊 執政不利 像剛剛原資就說 哇 蔡英文做很爛 到底是有多爛 到底我們的股市也好 我們的外資也好 究竟經濟面有多爛 爛到藍白可以每天罵 罵不停 我們今天的主題不就是 他們一直在自打臉 一直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這還需要我來跟大家證明嗎 但這樣證明也沒關係 我資料有準備啦 好 大家就看 很多人玩股票吧 股票就是一個 台灣的一個經濟的很大的指標啊 大家看一下就今天的 台股早盤漲了百點衝上 17528點 創今年的新高喔 而且港股啊 對啊 之前也是超越啊 對 股票是這樣嘛 跌破一萬五了是不是 跌破一萬五了 我們越來越好 他們越來越爛啊 一萬五 昨天一萬六跌破 對 所以啊 這個就是一個事實嘛 然後再來一樣 我們一樣討論一下 這個復蘇亮燈 上市櫃公司 11月營收衝了3.5兆 年增3.6% 寫同期的次高 什麼都是高啊 你們還在說我們怎樣 因為藍白說我們很爛 怎麼可能呢 這都是數字會說話 再來講一些內政的問題 教育的問題 這陣子他們一直在攻 這個有關教育課綱的事情 其實這裡 在野陣營猛攻108課 台灣教育國際評比能力排名 都是寫上歷史的新高 其實從中間可以看一下 長期專注教育的官員受訪指出 民進黨政府上任後 國際評比逐年進步 108課綱實施後 各項能力排名更是來到歷史的新高 結果不練顧顏舞那一篇 反而表現更讚 對啊 是不是 才是你們應該回去好好反省吧 所以這個數字會說話 所以其實不用在那邊藍白什麼 以下一個侯友宜在那邊拿香跟拜 然後柯文哲沒行程在那邊哭哭 就是去到哪裡 他們還私底下說是鼻子過敏 但我是覺得也太過敏 是內心很寒吧我想 因為整天沒行程 其實講到這個 我大概上上禮拜是我們萬華青山公 那個也 對 柯文哲去兩天 你知道嗎 那個也就是他裡面的 唯二行程的其一 但是因為我是在地的議員 然後我走在那個地方 我們因為第三天正日的時候 是賴清德主席去 結果我到現場的時候 周邊真的下大雨 但還是非常多的人在那邊 就等賴清德過來 但是我居然經過的時候 就有那個阿桑在旁邊聊天 就聊說 曾那個白菜也有來 白菜也有來 然後我就問他說什麼是白菜 然後他就說是 柯文哲 然後我就想說 天啊我都要替你流淚了 因為才兩個行程 然後其中一個還被罵北差 還被罵 好悲哀喔 心都涼了 心都涼了 替他哭哭